港股昨天遣守24000点大关,仍然站在3月19日21139点延伸至今的星轨上。短线来讲10天线23800点相当关键。 未来约然连20天线23300点都站不稳。恒指将再次冒险可守,或重现上月直插惨放。 如果问再次大塌的机会有多高,老股觉得随环球疫情渐趋稳定,既然政治好有机会取而代之,成为触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线。 世界格局转变,老股自问凡夫族只难以掌握,若要入市博星,只能尽力挑选较好目标。 近日受大股东减持影响的小米集团0180,股价一直在10元附近徘徊,仅由上月低位回升约一成。 是反弹幅度较小的焦点股之一。老股归纳了小米四个抵博因素。至于买不买得就由看官自行判断。 其一,小米最新年返回购,或挽回市场信心。 其二,内地工厂陆续复工,对恢复产能有利。 其三,去年物联网与生活消费产品方面的收入按年升于四成达621亿元。 占整体收入达三成。此部分将受惠内地谷外需政策,表现值得期待。 最后是最重要的手机收入部分。 除5G元年推展。 换机潮对小米或最有利。 佳因集团向以高性价比。 档次选择多元取胜。 在经济不景下。 而消费者又想跟风换机。 最佳选择可能就是相对平价的小米手机。 由于环球股市仍受疫情左右。 稳阵起见。 江边有可于10元附近分柱收集。 短线上网目标12元。 跌穿9元紫食。 跌穿9元紫食。